今天已經是4月了 4月3日 今天開始開工廠 旁邊的舌頭有聽到 我知道有一點準備 很快 一條條 很大 好像很單薄 我經常覺得 但如果風 也會用木板 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finish 更好些 別人這些 是用來做外牆才用的 這隻 做外牆才用這些 物料 我們現在屋頂突出來 一直圍著 都是用這些 對 然後 上次 上幾次開會 他就以為 這隻 都是用在 露台的 天花 但我看他不是 是用另一隻 物料 是用來做的 然後才 說好 這隻就是第一層 我沒有做很多層 這是防水板 然後 要做很多不同的質感 然後 然後 走 對 剛才我拿起那塊 我一開始以為很輕 很重的 很聚手 其實裡面 切開了 這裡 不是切開 切開了 你摸到裡面的 其實是粉 所以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 對 今天 都沒有開工 昨天下大雨 下到九屎臨頭 我開車都差不多 看不到前面的車 接著 沒有開工 今早我來 只有外面那些人開工 對 他都做到這裡 接著搭了一些 小小的棚架 這些村 就做到一條邊 那裡 你看到那裡 白色那裡 接著還有一條隙 是漏 漏氣的 即不是漏氣 我先看看 那你這裡 你打橫封了 那裡面還有一些 有些地方 會有熱氣 那怎樣散熱呢 就是 我剛才看到的 喔 在樓下 它有一條條 白色的 一條 散氣孔 來的 那它呢 散氣孔在哪裡呢 我想散氣孔 就是在它 留那條 看看 先看看 散氣孔 再留那條 我的手指 這個 還未薄的 它就裝散氣孔 然後這段 好像子彈一樣 是它用的 那些釘 來的 螺絲 又有一千發子彈 有一千發子彈 有一千發子彈 我在想 哪個人 今天他們會做 這個 裏面這個 裏面這個很快 因為我全都放在尺寸 然後上個星期六 就來了這裡 說一下 Total整間屋 廚房 廁所 要多少個 櫃板 因為要訂單 那些要特別訂單 因為這裡有一個大的 一塊 然後 total 再加 四塊 用來做 廚房 櫃板 和廁所 櫃板 另外這床 後面 站在那塊 另外一塊 又是一塊 不同尺寸 不同尺寸 沒有什麼特別 他還沒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 電工 什麼時候有空 因為這星期六 之後的三星期六 我都不在 我都不在 我都要上班 通常這些 通常是星期六做的 我這些就是那些 透氣孔 這是什麼 膠 對 這些透氣孔 散熱孔 我明天 希望不要下雨 大天理報告說明天會下雨 如果明天可以 不下雨 就會倒石屎 然後木材 石屎乾了 就可以 弄框框 這裡這麼少泥 其實也不夠 不夠 不夠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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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還有什麼 鋪 鋪 嚇 嚇到 那天就在量 量 量什麼 量量那些椅子 然後 然後做了一個 技號 梳化 那天還是白色的 現在已經黏色了 我今天拿了這些 標籤 這個 梳化的角落 大概 大概 如果買個 9尺的 L字位 的 梳化 然後這裡 起碼還有 3尺 至4尺 讓你走 現在 預計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 就做過兩個配搭 要不就買了 L 的梳化 這邊7尺 嚇到 不是 8尺 如果不是 就要買 三座位的梳化 84寸 還有梳化 但是不夠位 對 就是這樣 報告完畢 拜拜 烏天黑地